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老母的新生就是我想坐飞机 做一下自己加工的零件生产出来的飞机 你现在自己有大概的计算过15年来 你做的飞机零件就真的能够用在飞机上面的零部件 大概有多少个 很多 计算不出来 没数了 前一段时间就谷歌的这个机器人跟人类的棋手下棋 结果把人类给赢了 因为您是做树控机床 未来会不会像您这样的技术工人也会被机器人取代 航空工艺的发展跟普通的汽车零部件是不一样的 对于零件的一个强度 还有它这个材料性质这样的注重 因为它每个零件它在加工的时候 摸不着它的规律的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不是说做了一个模子你就大批量的可以生产 有一些零件是需要用人的手工 用你的眼睛去看 调节参数就给它加工的 所以您是不太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您的工作 不太担心 我只能说您比围棋手幸福多了 这个观众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它第二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您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学习上后悔吗 我怎么觉得这个问题很烦 我们一般都问 您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没有学习 您后悔吗 这位观众说您把大量时间花在学习上 您后悔吗 这是哪个观众问的 来我能起立我看一下吗 这个女生 你问出这样的问题你后悔吗 就是可能人各有志吧 因为我觉得 就是您在花大量时间在钻研这些东西 可能就没有时间去 比如说谈恋爱啊 比如说看电影啊 看这孩子都七八岁了 是吗 小孩 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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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个时候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觉得后悔的时候 其实这玩意都是有因有果吧 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家人给予很大的支持 包括爱人也是一样 他很体谅我 我现在唯一感觉亏欠的就是我的孩子 现在五岁了 他一岁以后呢就一直没有在我和爱人身边 一直在我母亲那里帮他照顾 一直照顾了四年 现在我都见到我 他唯一的感觉就是 爸爸 爸爸 没有说别人害得话 抱抱 没有那个 没有那种 这种亲密的那种感情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的心 您真特别伟大 真的 但是我现在我也是 不用先异于时间了 去弥补家人 弥补爱人 可能比如说我今天要是下班早的话 可能会充时间跟爱人 他因为他唱歌嘛 我刚才唱唱歌 跟大家组织在一起 玩了烧烤 东北人愿烧烤嘛 大家也是谈谈聊一聊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 在家庭团聚这种氛围 这位观众 你是学什么专业 我是学阴汉双波的 你把大量时间用在学习语言上 你后悔 其实因为我喜欢 所以真的不后悔 但你不会耽误生活中的 不会 我还是很享受生活的 是的 但是 词个字 人各有志 是的 谢谢 谢谢这位观众 所以他想问的是 学习工作 生活 到底在我们人的一生中 怎么去分配这个比重 是最恰当最合适 但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人 会面临的难题 最后一个问题 哪位女生问的 读完之后 你主动 启力 我们大家认识你一下 如何看待女生学电汉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女汉工 你是学电汉吗 其实我是学医的 但是我考虑过汉工的问题 你考虑过当汉工 是什么让一个医生考虑要当汉工 不是说现在社会缺乏这种技工性的 就是我考虑的是一种我以后的生活 但是好像女生学这种 就人家下意识反应说 什么女生竟然学这种东西 你身边有女同事吗 有 有女同事 就也是学 没有汉工 因为汉工相对于个人要求要高些 她要吃苦 女生吃不了苦吗 高温下 女生吃不了高温下吗 汉条它怎么了 特别刺眼的火光 那咋了 对眼睛对身体 女生眼睛跟男的不一样吗 女生好没问题 秦世俊还一个就想说服这个女生 别学汉工 后来被我逼到墙角里说 你行点没问题 但实际上说 确实不是所有的工种 都适合男女两个性格 但是我是认为 因为我原来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叫超级工程 超级工程 对 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厉害的女汉工 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汗出这个东西 一个女生当对一个东西非常执着的时候 她不一定差于某些人们固定思想中 男生才能做的事情 厉害 你刚才那番话 坑给女孩子张脸 加油 好 这是观众的问题 接下来前面有六位青年代表 您说您父亲也是劳模 然后我觉得两代劳模特别有意思 就是家里有两个很能干活的男人 我知道您跟您父亲有什么区别吗 家里的活不干 或者是很少干 是吗 那因为你曾经在忙工作 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照顾家里这些事情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任何的做嘴的一些小事什么的 都是一些爱人或者是母亲去做 所以我母亲当时就说一句话 你爸是老母人 家里啥也是指不上的 我父亲像我说 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就我取得这些荣誉吧 他没有说 儿子不错 好吧 加油 他不会这么说 他会 行 努力 然后等到取得荣誉以后 他会比较傲 现在只是刚刚步入社会 以后的发展到很远 我感觉就是在我去年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还有得到全国对美职工时候 把这两个荣誉拿给父亲 我感觉父亲他乐了 父亲他说 儿子不错 希望你在街在利 从小到大基本上跟你谈话都是这样 很正式 很正经的 很正式的谈话 从来没说过 儿子对象处咋样啊 没说过 从来不问这些琐碎的事情 只是关心到 这事不琐碎啊 他出一项出的咋样了 这是 他就问 啥结婚呢又要钱啊 没问这话 问过吗 我现在也没有 你会现在跟你的孩子这么沟通吗 我跟我儿子一般说话 不会像说这么大道理 但是可能也会告诉他 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你是小男子汉了 你应该怎么做 五岁呀 金老师 对啊 你要逼疯他吧 所以说他现在对我就是那种 满满的 包括打电话也是这样 我说今天干什么了 惹我奶奶生气啊 要帮奶奶多干活 不要帮奶奶操心 好了 你要注意 要跟小朋友 要靠好关系 要多学习学习 他现在是五岁 等他到了六岁 我估计你俩再打电话 他不会等你问 他就会说 爸我今天很乖 帮奶奶干了很多活 跟小朋友们关系非常好 对我会努力学习 再见 你到时候你会真的会觉得 我现在也觉得 对我的 对孩子的态度 感觉有一些不知所措 我想挽回这种父亲负责的感情 还没到那个程度 他见着我 你要建设 我觉得这种父亲都是 爱在心口难开的那种父亲 你会不会为你的儿子做一些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要融化掉了的那种事情 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不好说 那就说说您父亲问你做到的 您可能觉得心里很暖的那种事情 上一班回家以后 一般都是夜里十二点 当然母亲她有 就是睡觉以后 有一个像神经衰弱那种病 晚上如果是半夜醒了以后 她很难再入睡 对 所以说父亲为了怕影响母亲 她也是每天都是在等我那点下班 让我避免看门的声音 而且每天晚上回家以后 她会给我煮个鸡蛋 冲上一杯热奶 还是好贴心 但我觉得这个是你父亲 对你母亲做的最温暖的事情 跟你没啥关系 她是怕你开门影响了家人 但是她给我做的一些东西 她会为她热奶 一杯热奶 一个鸡蛋 听到您说父亲的这些故事 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的眼睛会红 然后我的鼻子会酸 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爸爸 您的父亲可能是那种高大的 威严的那种形象 但我的父亲不一样 他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我给他起个万号 叫做阳光小老头 我记得我在我小时候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 我经常会看到她一个人 然后手里拿着一根很细的笔 悬着腕 在那个风筝上面 画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图腾 然后我的妈妈 有的时候就会在旁边陪着她 削一削竹子 弄一些那个 就是做风筝的骨架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幸福 然后左手牵着爸爸 右手牵着妈妈 一起领着我去那个 我家也是东北的 领着我去长春的工人文化工 去放风筝 然后觉得简直就是一个 特别幸福的事情 好多小孩子都会特别羡慕我 而且我爸爸当时就是 看着天下的风筝 然后就会对我说 硬翅的风筝可以在天空中 不论风有多大 它永远都不会改变 它自己的形状 然后风越大 它飞得越高 他就说 其实超凡你也可以成为一个 用右手撑起一片晴空的孩子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温暖 就是心里就会感觉 有这样的关注和陪伴 自己又很努力地成长 然后我记得长大之后 然后我记得长大之后 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电影 叫做超凡蜘蛛侠 当时我和我爸正在开车 然后那个同学给我打电话 说张二凡我去看你拍电影了 我当时一听 我说我拍什么电影 然后他说超凡蜘蛛侠呀 然后我当时一听 给面子 多去蓬蓬场 然后我爸当时就听到了 我爸说 那我拉你现在也去看超凡蜘蛛侠 我俩就开车去电影院 然后当时看完之后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超人是用右手飞翔的 我姑娘也可以 就是每次说到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成为人海中 就是那个闪闪发光的超级英雄 所以说刚才听到您说的父亲 我就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父亲 但我相信您的父亲一定是非常非常爱您的 如果有一天您再回到曾经自己的小时候 您会不会主动地去争取 让父亲多陪陪您 我记得第一次父亲带我去幼儿园的时候 是我在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呢 是因为父亲在家是有病休息 才带我第一次去幼儿园 我对那次感觉也是特别记忆游戏 因为确实是像我爱人对我说 让我多照顾孩子一样 说男孩子跟父亲在家成长 其实跟母亲在家成长是不一样的 别让我儿子对我以后长大 有对我留下遗憾 我会把我对父亲那个期望 用在我儿子的儿子身上 超盘 你是因为意外吗 还是 不是 我是一出生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老天爷赐给家里面这样特别的孩子 你就是维纳斯 这么美的形容词 虽然没有双臂 但是有翅膀 对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因为我现在既是一个老师又是一个学生 我现在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教育评训学校 我是90后的校长 我的学校每年也会招收那么几个孩子 很特别 他们都缺少着一些自己的小林匠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有自闭症 然后有的孩子他口吃 有的孩子手指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都是亲自的我自己去教他们 我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心里会有一种踏实 会有一种安慰 他们觉得超番姐姐能做到的 我有一天也可以做到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的学校现在是教孩子们什么呢 就是教孩子们绘画 这是你的长项吗 对 因为我本身我是那个 国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然后 我觉得这个老师特别可爱 就包括他把一些人世间 本来悲伤的事情 在他描述的时候 你都能觉得带着一抹阳光 包括说到那孩子 缺少一些他们自己的小零件 对 人生也许会在不同的阶段 你会丢失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零件不能丢失 那就是你身上具备的这种特质 就是乐观 阳光 这颗星不能丢失 生活不会像我们想象的有那么好 但它绝对不会像我们想象的有那么差 就有的时候 我们的脆弱和我们的坚强 真的会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 就看你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 能够坚持着你 推动着你 就像秦老师一样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做到他最好的一个完美 所以说我现在想给秦老师 写一幅字 就是真的是临场随性地 去想送给他 这样可爱的人 可敬的人 你是写好了 还是现场写 我觉得现场写更能表达成立吧 是吧 我们来看看校长的功力 好 好 我是翡翼的 脆弱和未经过还有 方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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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要是先干上它以后 慢慢的你去从中间去琢磨 深正的是引发自己内心的喜欢上它 再去爱上它 我感觉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如果大家春务职场 肯定会有不同的专业 不喜欢的岗位 但这个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和 要相信自己 要学会坚持 同时呢还要找一些资深的前辈 去敞开心扉 去他们交谈 不要把自己蜂蜜在一起 不要让自己去钻牛角尖 不要让自己去 一味地去蛮干 我想他们会很快带领你们 走出心里的第一潮期 我是一名音音老师 然后呢我工作了九年 每年都是一样的 教的课也都是一样的 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就感觉有点疲惫 然后呢您都工作十五年了 而且呢就是 可能您的工作地点呢 会比我们这个制度会更严一些 然后您是怎么在工作中 这个获取快乐的 就是怎么是调节自己的呢 其实你对工作看着任何的态度吧 通过现在一个层次不一样 对大体的环境的一个认可 感觉到身为一个航空人的骄傲 一个航空人的使命感 作为一个航空者 就得明确自己的责任 要明确责任呢 就知道这个责任重 个人觉得除了使命和责任之外 你喜欢你现在干的事 对 我能从你的 因为你从你刚才的整个 讲述的过程中就是 每到一个零件 别人加工不出来交给你的时候 你是那种兴奋的那种状态 就是又来活了 包括你说的疲惫感 我做节目主持人做了17年 我也有过 后来我才发现这种疲惫感 是因为你自己突破不了你自己了 而不是说这个工作让你疲惫 当新的挑战来了 当新的节目来了 当你需要去挑战新的东西 你马上 你能投入到你全新的这种工作状态中 热爱自己的工作 对 就你把九年 你习惯的东西扔掉 重新再来一次 再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教育的方法 也许学生分数不一定 一下子能提升很多 但是他们可能听你的课会 包括你自己讲课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也许这样你的疲惫感会减轻很 关于您的工作 其实我说白点就是工人 技术工人 然后特别是在您父亲那个年代 当技术工人 甚至当上劳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在现在 更多的 比如说我身边一些叔叔阿姨 他们会说 哎呀我儿子去当了什么律师 或者说我儿子进了海外的企业 或者当了这些公司白领 这是让他们现在开始感觉到 特别高兴 或者说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对于这样的变化 你会不会觉得 感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人的地位 受到了变化 甚至是受到了一些轻视呢 因为我刚才最后的时候 我也说希望国家 能提高蓝领的待遇和社会的地位 你像以前的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对于这个技术非常认可 就要一举在手 左边天下吃喝不愁 原来是这种 这种那个社会舆论非常高 但现在确实是 有这方面的一个 很明显的落差 我希望提高社会地位 也是这样 就是现在的蓝领工人 大家一提出来以后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技术 确实是可以造福 我们现在的社会 造福国家 造福以后的子村 那其实像您刚刚说的是有技术的 但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人 他们也是劳动者 但是不像您说的这么有技术 就比如说过地铁的时候 有安检员 我见过很多人 特别不耐烦 或者说你操我干嘛 或者说我过这个包干什么用 就是很多人 不会把他们当作一个技术工种 这样觉得很了不起 而只是觉得 这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你怎么看待今天这社会岗位的差别 其实你像平常全国劳动模范的 技术的部门只是占一个小学的比例 也很多都是服务部门 包括是清扫的 包括是一个我们那个 有个是孟广宾萌师傅 他就是个修协的 他完全就是为了社会去服务 他是大学校园门口 他给人爱心修协爱心奉献 我感觉就是每一行业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个 优秀的杰出的这样的人 去引领大家去做得更好 我身边我所遇到过的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劳动者 是北大保安 北大保安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一点 他们很辛苦 但是让我感动的是 北大保安队先先后后 有500多位保安 考学深造 然后有很多渠道的研究生 本科专科的文凭 08年的时候 有个叫做甘向伟的同志 通过北大的成人高考 考取了北大中文系 出了一本书 当时的校长周西凤 还给他做了序 然后我觉得 听了这些故事 觉得劳动者的确是一个 让人很敬佩的一个职业 其实我们都是劳动者 但是劳模是 更让我们敬佩的楷模 谢谢 其实我在这儿 我要真的很真诚地 对您说一句谢谢 为什么说 是因为您是生产 这个飞机零部件的 我父亲是一名开飞机的 是一名空军 在我小时候 对他印象基本没有 因为飞行的话 他可能一个星期 一个月都见不到他 但是所以我对他这个工作 一点概念都没有 但是直到我人生 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飞机起飞 那一瞬间 我满脑子想一件事 就是我爸好厉害 我爸真的太厉害了 他居然能 把一铁疙瘩弄到空中 对 但是我今天见到您之后 我之前看到您资料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那些小的零部件 每一个细节 其实才是 能够让我爸爸 成功地飞翔在蓝天上 一个很重要的构成 不光是让他飞翔在蓝天 而且是要把他和他的同事们 安全地带回地面 这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所以我觉得 你最后这个故事 实际上应该解答了 你自己的疑问 那就是这个社会 究竟未来 对于不同的行业 我们怎么看待 那就是分工一定会 越来越多元化 不管怎么样 这个社会永远不缺少 去做这些职业的人 但是缺少 能把这些职业 做好的人 你要能做得好 你才能真正地 站在这个职业的顶端 说我是了不起的 所以 向每一个劳动者之境 就像我们的开奖嘉宾 说的那样 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相信 每一位 在未来 都会拿出一个 最精美的 你自己加工出来的 一个作品 然后骄傲地告诉大家 我用我的努力 做到了最好 掌声感谢 我们的开奖嘉宾 谢谢 下周统一期见 再见 下周统一期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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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